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提前庆祝父亲节 苗栗家福中心特别举办 付出真爱 亲亲宝贝活动 邀请季养爸爸跟季养同来齐聚 透过了像是凤茶 梳理头发的大小手互动 感受社会温暖 而季养爸爸多年来的无私奉献 也让宇慧身为爷爷的苗栗县长 徐奥称相当的敬佩 县长爷爷与季养爸爸化身无敌超人 在失忆儿童背后给予能量与关怀 成为永远的离逢港 根据苗栗县政府社会出统计 今年度县内共43户激养家庭 37位激养爸爸 他们用心陪伴照顾孩子成长 可不输给激养妈妈 肯定无私奉献 县长徐奥昌也到苗栗家福中心表达感谢 我三个小孩子都在国外读书 他们也是一样激养家庭 感同身受 那么今天来到这边 看到我们这些的风霸 真的慈眉善目 而且真的从发自内心的爱心 好好来照顾这些 需要照顾的这些的小朋友 让他们能够远离暴力 能够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点真的是在做功德 照顾过程有许多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每个激养家庭故事令人动容 尤其今年64岁 曾获得中央表扬资深激养家庭的 林昆臣夫妇 至今已照顾过30位激养童 面对青春期的少年更是一大挑战 这些激养爸妈不求回报 提供激养童爱心与包容 但苗栗县激养家庭数理就不足 在我们这种短缺激养家庭的一个状况之下 尤其在这个父亲节前夕 我们很期待呼吁我们更多的 有心的有爱心的激养家庭 来加入我们的储备激养家庭的行列 所以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社会人士 来照顾我们这些弱势的这些孩子 尤其能在安全充满爱的一个环境里面 顺利的成长 避免孩童到一定的年纪被迫转接到长期安置机构 苗栗家福中心呼吁有经济基础 身心健康且家中还能容纳孩童的夫妻 一块加入激养家庭行列